好 来 这是这个标准栏案呀 对不对 查询两个以上工资大于两千块钱的部分编号 对吧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我们把两个案例讲一下 嗯 在数据库表中 数据函的位置不重要 注意啊 我再次强调一遍 比如说你们这个考评表 谁排在第一函 谁排在第二函 没有什么意义了 没有什么 函并并不重要 但是 有人说怎么不重要 有可能第一名要排在第一个 第二名排在第二个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人会这么想 第一名是排在第一个 第二名是排第二个 我再次强调一遍 数据库的表里面的数据 就是你存在数据库里面那个表里面的数据 它的位置是不重要的 就是说你查出来的时候 就是说你查出来的时候 是要重新给它排序 那是一单虚表 假表 还记不记得第一单课假的 所以说啊 那个是后面是后面你去排的 即使你把第一名排在第一个 其实有可能在那个表里面那个第一名 它并不是在表里面排在第一个 你是通过AutoBuy把它调上去的 你明白我的是没 所以真正存在数据库里面的表里表里面的数据 任何函位置是可以交换的 任何列位置也可以交换的 能听懂我意思吗 好 但是一个单位要求根据激素函和偶数函来汇总 在这个汇总的基础之上在得到一个数值 因此要查询数据库表的激素函和偶数函 好 它是什么意思呢 有可能大家没看懂啊 来 对 激素函和偶数函进行汇总 好 什么意思 看一下 这一块第二汇 这一汇是激素还是偶数汇 是不是激素汇 不是不是 偶数汇 所以呢 那我问大家 你现在能不能对第二汇第四汇第六汇第八汇进行汇总了 我想求他们的平均年龄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怎么会啊 你怎么会总 我不知道怎么会总 可以吗 肯定不可以了 你这些列里面谁告诉你这些列里面谁告诉你这一汇还是基础汇 你发现没有 随着我们数据的删除 添加删除 添加删除 这些自动增展的列啊 它会不会 还是不是真正延续的 不是的 因为八九十是不是都被删掉了 如果 如果这个列一直增展 这些数据没有 打断的话 是不是第一汇是不是刚好就是一 第二汇是不是就是二 但是现在乱七八糟 删了很多又添加了很多 又删了又添加了 所以你会发现第十一 其实是不是第二汇 也就是说 删到最后 只要你删了数据 这个自动增展的标识 是不是就不能再来代表你的鸡和藕 能听懂的意思吗 是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么做 可以把这些列 塞到另外一个表里面去 在移过去的时候 我们把自动增展的标识符 重新再生成一个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我们自动增展 我们不要这个标识符了 移到另外一个列里面去 移到那个另外一个列的时候 新再加一个标识符 那么这个标识符 是不是应该会跟这个一样 接下来再根据这个标识符 到底是奇数还是偶数 是不是来完成求和的操作 能明白我什么 说白了 本质上就是现在的标识符 已经不适应我们的要求了 我们是不是要新搞一个标识符 所以呢 好 本质就是这个 用什么语句呢 注意看啊 这两个案例讲的就是两条 这个语句 这条语句本质上是用了什么 备份 表的 这个语句 记下来 对 delect 新号 delect 新号 from 19的 into into 19.2 19.2 2 什么意思 把所有的 这个学生表的 所有符合调整技术查出来 塞到19.2里面去了 现在有没有19.2 会 产生 一张 新表 新表 设摸 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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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关键字 记反了 啊 它这么行 啊 把查询呢 塞到 2里面去 从哪个表里面查的 从1 from 嗯 哦 是吧 这个用的少 比较少一点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from 谁啊 这样 它会产生一张新表 这个新表的结构跟我原来表的结构是一样的 看到没 它就起着一个备份的作用 能听懂的意思吗 好 再交代着一条语句 就删除的意思 table 删除什么呀 表 以前底里的是不是删除记录啊 现在删除表 删除哪张表 又可以把它删掉 明白什么 好 现在我要的说白了 除了 其实我要的是不是这些列 这一类要不要 不要 所以我就应该这么写 谁啊 slan sh tl money sex pars gid adjust 是不是叫这些东西 是不是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我是不是自己还有一个标识列 以前我们的标识列 是不是用鼠标和键盘的 记下来 id en tity 标识列 什么类型 总值为一 帧量也为一 是不是 我们说了鼠标和键盘的操作 完全可以用代码来取代吧 啊 这个单词 就是标识的意思 没有没有 啊 id 实体 啊 好 来 是不是人为了 是不是加了一列 怎么样 intu 谁 是judan的 啊 drama 谁 judan 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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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 nt ity 怪 加了一列给它取个名字 叫做 id吧 这个列是不是要取个名字啊 这是类型 就是整形 是不是自动增长啊 增量是唯一 总值是唯一 ok 接 接 二 现在你的记录跟自动增长是不是就这个自动增长是没有间断了 所以接下来 所以接下来 查询 西数 男的年龄 平均值 是吧 平均值 avg avg 谁啊 sh 从哪个表 什么条件 id 除以2的余数 这个百分之后讲的没 取 没有什么 举个例子啊 select是不是输出的意思啊 7除3 7 百分之后 3 7除3就是2 记住就是2 不是什么二零几 没有这个概念 整数乘整数除整数就是整数 没有什么 如果您知道2的余 7除3的余数就是7百分之后 得到就是余数 7除3 得到就是这个最后的结果 3 除最后是不是结果 得到最后结果是3 成是不是急 对不对 好 这个除2如果不等于0 说明它是基数还是含 还是五数含 13579除2是不是不等于0 是不是不等于0 所以它是基数 来 7速含 叫什么 粘力 所以呢 对不对 好 同样的偶速含的粘力怎么做 是的 是不是 是不是等于0的情况下 26是不是等于0 哎 人家怎么都21岁啊 把这个四卷能不能巧 那个18 你看啊 你看啊 你看偶速含是不是都是21岁 基数含有一个十二十五 有一个十八 告一平均 三十四十 四十三 四十二 是吧 因为它 它没有小数 应该是21.5 是不是 21.5 是不是就是43 18加15 不就是43吗 是不是43 43除12不加21.5吗 它没有小数 它没有小数 数干我就21 明白为什么 啊 OK 好 这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题 这条题的本质啊 讲的就是什么了 讲的就是如何来备份表的里面的数据 那明白为什么 表里面的数据 它用select 新号 in2 新表 这张新表啊 你是不能有的 所以你在执行这条语句就会出错 因为已存在了 每一次执行都会生成一单新的表 明白为什么 搞清楚没有 好 所以 接下来 啊 看第二个例子 这家这个例子很常用 一家银行 发现了新的信用卡 啊 这个大家有没有信用卡 啊 没有的话可以办一个啊 嗯 新业新业银行的信用卡最好 给大家说一下 啊 新业银行 很 新业银行还没听过 啊 啊 那个新的信用卡最好啊 呃 你办完之后 你得要刷 他他每个月头有东西 什么牛奶啊 紫金啊 对 因为他现在搞推广 我告诉你们 你们属于那种奥特的人啊 为什么呢 现在 现在很多银行在推广信用卡啊 其实很就会的 知道吧 但是你因为你们是消费的啊 你 比如说你买台电脑的吧 嗯 徐老师最喜欢干这种事情啊 买开电脑 什么呢 你们是不是一次性那个刷卡啊 或者是一次性交钱啊 那么我们有信用卡的话就干什么呀 可以 分月交 比如说五千块钱 我一个月交一千 没有什么样 只要我每个月按时打 利息是很少很少的 基本上忽略不计 我们并不是 其实我们 我们并没有赚钱 什么意思啊 其实我们就在刷信誉 能听懂我意思吗 那个信誉高 也有很多事情就很好办 知道吧 听不懂算了 你们以后 你们那个去可以去 任何一家银行 去看一下信用卡的使用规则啊 是吧 而且现在很多银行 他自己也推 有网上三成 你可以通过这个 比如说 你想买的笔记本对不对 那么甚至 有些笔记本 比如说五千块钱呢 你每个月的话 只需要还 两三百就可以了 到最后你算下来 算下来之后跟你一次性掏钱的话 其实 大概多了两三百块钱 比如说如果这台笔记本 你一次付的话是五千块钱 但是你花分两年付的话 最后的话是五千三 知道吧 五千三 你们有可能会这么想 那么少了三百块钱呢 是不是多出了三百块钱 是不是 其实你们的想法是错的 其实真正来说没有多那么多 因为这个钱一直在贬值 你们知道 你们有可能不知道 你们的钱存在银行里面一万块钱 一年要贬值两百块 你们知不知道 我告诉你 最穷的人就是一直把钱存在银行的人 什么东西都不买 真的 你们发现现在物价很高吗 是不是很高 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现在去买一台笔记本 不是 笔记本 不能这个 因为笔记本 电子产品是不是越来越贬值的 举个例子 你现在吃这种饭 十块钱 对不对 十块钱 但是一个月之后 你吃这种饭是不是要十一块钱 如果这种饭能卖出去的话 其实 你看啊 现在你说花了十块钱吃这个饭 但是一个月之后 你是不是要花十一块钱 是不是 其实你的钱是越来越少的 知道吧 因为物价越来越高 你存在银行里面 你的利息远远 跑不过现在物价的速度 明白为什么 知道吧 所以越存越亏 越存越亏 你们不要笑 我们的父母就是这样的 把那个钱除了银行到最后 他会发现 像很早的父母买房子的 现在就赚疯了 你如果是现在还没买房子的话 你说我们的父母辛苦了一辈子 把钱除银行最后发现 最多只能付个首付 但是如果是你五六天买房子的话 其实这个房子 你已经买好了 而且现在是不是赚了N倍了 这就是关键上的一个差别 知道吧 所以信用卡的话 只要你有 只要你能够克制那个刷卡欲挽 你就应该去办 不要说你办了卡之后 你控制不了那一步好 不过有可能你们现在办不了 因为你们没有通过工作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 开始的时候推管的很好 但是费卡越来越多 什么叫费卡呢 就是卡上没有钱 而且用户少于两块钱是吧 少两块钱基本上就费卡了 因为我们一般的卡是不是有年费啊 对不对啊 而且用户长时间不使用该卡 对吧 长时间不使用该卡 因此银行在二月份的时候 把这些长时间不用的卡 而且金额少于两块钱的 从数据库里面就删掉了 没有没有 他制作主张把它删掉了 因为不删的话 这个银行有这种事情啊 我有时候回回家 就发现我那个 有一张那个普帕拉卡 N年前的了 上学的时候办的 我再去刷 发现他说该卡无效 其实卡里面已经没有钱了 知道吧 好 从数据库表都删出来 但是问题就很快出来了 有可能有些用户 他是这段时间不用 是不是啊 比如说他是出国留学去了 他回来的时候 我想继续再用 但是他发现就用不了了 因为你的数据都被删掉了 所以他就投诉 一投诉的人一多 我就要干什么呀 我就要干什么呀 我是不是想办法 得把这些卡收 删掉的据库是否给它恢复 是把它恢复 对不对 啊 明白吗 啊 怎么做呢 啊 来 要把它恢复回来啊 来 我这一块的话已经把 代码写好了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最新链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这一块大家看到这两张表啊 待会我会把这个发给大家 大家也同样的去分析一下 好吧 看 所以看啊 第一张表是用户信息表 第一张表 优色表是用户信息表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银行 是不是有一个租车用户啊 你是 办了那个 说白了 你是不是这个银行的用户 你看 1623252930 是不是那个用户的ID 是不是用户的名字啊 是不是啊 啊 你是不是用身份证号码去开了个户啊 好 有可能一个户是不是有多单卡 是吧 啊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考虑的范围 来 第二个是什么呀 账号 大家注意看 其实开户的人有几个人 但是现在 这是自动增长的 现在16号有 卡里面多少钱 34块5 25号有 是不是有300 多块钱 29号有 是不是有一块五毛钱 这个一块五 为什么要删呢 因为他对他的用 有这样的人 比如我就是 为什么呢 对 因为 这张卡是 专门是晚上 买东西刷的 我不可能留很多钱 明白 当我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就把 把其他的卡的钱 打到这张卡上面 然后这张卡是不是去支付 支付完了 这张卡又没有钱了 但是我不断的在用这张卡 能听我意思吗 所以这个 29 刚好姓刘 就是我 是吧 现在有谁被删掉了 23 和阳7 他被删掉了 就是李四跟阳7 是不是就被删掉了 他们来投诉 是吧 有可能他们的余额小于2块 而且残疾没使用 对不对 是不是 你现在想个办法 给我把这数据给我恢复 恢复成 23 多少钱 2块 阳7 30多少钱 2块 是把它恢复回来 能听懂我意思吗 是不是啊 如何恢复啊 你们学过了 只是说你们没想到而已 你要恢复 说白了就是要重新插入记录 插入23 和30 是不是啊 插入23和30 然后金钱是多少 money是多少 2 所以那个2要不要你查 啊 说白了 现在的问题就是 你怎么知道23和30 学过了 昨天学了 你怎么把23和30查出来 你不要说我一看能看出来啊 这里面数据很多的 是不是啊 用什么查询 就可以把左边有的 右边没有的 以空显示 是不是 学过了 这里呢 是不是左查询 是不是 来 所以你们要把这些东西 用在 需求上 查询 被 删除掉的 用户 UID 怎么查呢 select 我是不是要查UID啊 from user left join 左边跟右边连接 左边 不匹配的 是不是要显示 右边是不是也空代替 来 left join 谁 账户吧 counter 来 给他取个别名叫什么 U 给他取个别名叫什么 A 但表明很残的时候 这个是不是就有效了 是不是 好 左右类连接 是不是都有条件 on U的 UID 等于 A的 UID 是不是 好 UID不明确 为什么 因为在两张表里面 是不是都有UID 所以 你可以写U的UID 是不是查出来了 搞清楚 注意看 写信号 看到没有 左边有的 右边没有的 因为是被删掉了 是不是以空代替 是以空代替 好 但是我现在 我要查询的 这两个他们有什么特点 是不是这边都是空 看到没 这个是为空 所以 在这个结果的就像三选吧 你可以不需要写A的 你没有必要写 没有必要这样写 但是你这样写也没有错 空 你指什么 Long 是不是这两个 你没有必要写A 因为这个列是不是只有一张表有 它不会出现 不会出现不明确的问题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什么 要查什么 UID 是不是有它 是不是它 把这两个 插入到哪个地方去 内单 账户表 是不是的 好 对听啊 我们是insiding度怎么办 insiding度怎么办 是不是的 我们以前所学的insiding度 查询之后 插入 每次是不是只能插入一条记录 是不是一函记录 现在我插出来这两个 我是不是就想一条鱼把这两个都插进去 是不是 好 来 插入 向某张表 插入 这张表 以存在 插入 插入 查询出来的 记录 对 前面这个案例讲的内单表 备份 内单新表 是不是自动创建的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insider into insider into 雷单表 是不是账户表 是不是账户表 好 注意啊 插入什么了 UID 前面有打扩号吗 要不要 要 是 是 是不是 是 Vanual 以前我们是不是这么写的 是不是这么写的 好 是不是值 对不对 对啊 讲的 讲的所有sicle 都要很熟悉 明白为什么 好 现在我不这么写 我把查询出来的 这个送到这里来 就是说 插入这单表的这两个列 这两个列的值 是不是查出来的 其实这一块有几个列 但是这一块查询出来 有几个列 有几个列 是不是一列 是不是一列 所以 第二个是几 往第二列里面是不是插 是不是插 对不对 是不是插 你看吧 是不是这样子了 刚好 是不是对应了他们两个 刚好 是不是对应他们两个 说白了 就不是Vanuals Vanuals 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现在我这个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查出来的 能明白我意思吗 啊 是不是查出来这两列 一遍 是不是 好 两个受影响 再看 看没 用户就不会投诉了 看没有 啊 是这样的 待会你们在做这个例子的时候啊 把前面的这些再执行一遍 就是又可以了 这就代码的好处 写一次很麻烦 以后很方便 看到没 搞清楚没有 好 这个例子跟我们前面那个例子有什么区别呢 前面的例子是把A表备份到B表 B表是不是会自动生成一代新表 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其实说白了 是把后面查清楚这个结果是不是给前面这张表 但是前面这张表是已经有存在 是不是存在 也就是说把inset into这个列 后面是venu 这个venu没有写 而是查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查进去了 如果查出来有一百条记录 是不是可以差一百条 是不是 你想一下银行那边投诉的人不只是一百个吧 他一删整个全国所有小于二的残疾不死的卡 是不是都删掉了 那么有可能有成千上万场 是不是啊 你只能这么做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 好 编写sicle 把23和30没有记录的插入到纸表中 插入到数据向cord的向为2 插入一个记录 因此要使用inset一句 这种方式的数据插入不是固定的数据向 而是从其他表中 筛选出来的 从那张表筛选出来的有什么特点 那些人 是开了户的 但是那些人 是不是已经没有信用卡了 是用左连接查询 是不是啊 好 因此要用到inset into select的语句 明明有什么 明明有什么 好 那 这个啊 他的这个写法 跟我的写法不一样 我是判断那个是为空的 啊 为空的啊 ok 这连接查询啊 一字浪 啊一字浪 来 其实到最后就是这么写的 select的这单表 好 是不是最后的 这是那个ID 是不是啊 最后这个给他 这个给他 从这单表 连接这单表 两个相等 并且卡ID是为空的 是不是有信用卡了 啊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内容啊 我们回顾一下 总结一下 聚合函数 能够生成一函一列 这是有个要求 你没有分组 你分了组之后 有几组 它是会生成几函 因为它是先分组 再聚合 能听我意思吗 啊 ok 好 对于分析和统计是非常有用的 对吧 啊 分析和统计啊 如何来分组呢 采用group by group by 在分完组之后 这单表就变成了三单表 或者四单表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haring 其实是不是对每单表进行筛选 聚合 是不是在对每单表进行聚合 是不是 啊 ok 我们还讲了什么 讲了 select into from 是备份 是备份一单新表的数据 还讲了 into select 是不是把查询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插进去 是不是啊 这两条是复杂的废语句啊 把它记下啊 好吧 把它记下啊 好 这是我们的今天的内容啊 好下课啊 好 好 好